在不剧透的前提下来介绍我的角色 其实还蛮难的 我可以简单讲一下这个角色在我心目中的一个形象 其实我一直把它看成是一头受伤的猛兽 在黑夜中不复前行 我就是让自己经历一次冒险 因为我不想总是处在一个安逸舒适的环境里 我想有更大的突破和挑战 而且对于我来说可能大荧幕的机会也一直很期待 然后能够得到刁业男导演的最新 我觉得不能够错过这样的好机会 还挺多准备的 各个方面 进组之前先是这个语言方面的准备 因为全程都要说武汉话 导演就事先有录了武汉话的这个版本的台词 也发到给我 然后还有就是他在这个净组前期就给我推荐了一些电影 还有小说让我能够找到这个人物的感觉 当然我也有把导演以前的作品有拿出来再重新重温 我也希望可以通过导演以前的作品来找到他对于这个演员表演状态上的一些要求 进组以后呢 这个准备和训练就更有这个针对性了 比方说体能方面的训练 然后这个肤色的改变 形体的改变 包括我们在武汉当地有在这个公安局的配合下 也进行了一些这个人物和生活方面的体验 我一度崩溃 然后我就跟老师提出要求 我说你跟我学两句上海话吧 在这个过程里我感觉我突然开窍了 因为我之前一直不理解 为什么我听出来是一样的 老师总是说我讲的不对 后来我发现 这个除了这个发音以外 除了这个语调以外 其实讲放言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音高的问题 当我意识到音高问题的时候 我觉得我的武汉话接近进步了 小米是让我非常尊敬的一个演员 我可以这么说 因为她在她的现场所表现出来的敬业和 甚至可以说是忘国的这种这种这种态度 工作的态度和精神是非常难得和少见的 包括她是整个剧组最早去到武汉 然后在当地甚至还租了一个小房子 去深入明前去体验生活 这非常的不容易 所以我是提前一个月进族 她差不多是提前两个多月就进族了 当我进族看到她的时候 她已经能够讲一口流利的武汉话了 而且她的整个人的气质和感觉 已经和我印象当中的贵人们已经完全不同了 就是大家平时看到的样子啊 很美啊 然后很活泼啊 很有气质很有雅雅 但是我进入看到的就是角色里的这个人物 是有爱不是会的美 对我来说有一幕戏很重要 是因为演完这场戏以后 我觉得我找到了这个人物的感觉 就是我从泥塘里爬出来 然后跑上斜坡逃跑的一场戏 因为这场戏拍的时候非常的艰难 拍一场戏的时候我整个人都虚脱了 当时就是生理上的折磨也让我的 就是情绪到达了崩溃的边缘 但是那一刻我突然感觉到这就是周德龙 更多的我觉得是力气好 然后也特别特别感激导演 其实我觉得一部电影的成败导演是最关键的人物 而且他本身又是编剧 所以能够来到加拿大 大部分的工作还是要归功于导演 这个时候我没想过 我觉得来到加拿大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开始 对我来说是打开了一扇心想门 我没有想我我一个字都没有准备 不可能我觉得这个事离我太遥远了 那是更大压力了 我也怕自己拖后腿啊 那我就想给大家一个更大的惊喜 两边跑两边跑 其实这这就这一次的成功对我来说 还不知道成不成功呢 就是就是现在还不知道呢 不能这么这么早就说成功对吧 还有待还有待这个观众还有待观众的考察 当然准备是是是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而且也的确这次演戏的过程挺挺煎熬的 对我来说不是那么的顺利 嗯 而且要真正走入这个角色的话 要保持他的这个状态 在将近半年的时间里面 也真的不太容易 嗯 对我来说是一种全新的创作的体验 嗯 所以我我结果对我来说当然也是重要 可是我觉得我在过程里面已经获得了我想要获得的 我在这一次合作当中是有意识的和大家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嗯 有意识的让自己有一种孤立的感觉 因为是为了能够把这个角色的这个状态 一直保持和延续到杀青的那一刻 当然当然当然 戏演完了以后我还是要回归到原来的自己嘛 原来自己以前演以前演戏的时候我我会很蠕动的就是和大家打成一片啊 因为我觉得就是关系氛围融洽 这个在一起工作效率才会高嘛 对吧 对 因为这一次我完全是没有没有这方面 还没有啊 完全没时间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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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